出现在你面前的是全体promoter带来的极具自我意识的实践作品 遇到你欣赏的作品可将贴纸贴到对应作品 感觉爱奇艺这一档以时尚之名是一档很新的时尚节目 以时尚之名捍卫国潮时尚不设限灵感就在你的身边 你看他的口号叫时尚不设限灵感就在你身边 让不懂时尚的我赶紧去查了一下字典 原来时尚并不是我之前以为的穿着打扮上的东西 时尚这个词汇其实是一个博来词 来自于拉丁语系的facito 制作的意思 而时尚原本的含义是用来表达各种这样的价值观 以时尚之名一起寻找隐藏在生活之中的独特时尚之美 来表达和社会的联系 和自己的或反派或古怪的愿望 而且时尚原本的含义是用各种各样的正装打扮 装扮人体表现身份 而且时尚常常被认为是一次性的反复无常的转瞬即逝的 成都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城市 任何奇怪的事情在他们眼前都会见得理所当然 他拥有如此多的定义 所以我非常好奇爱奇艺的 以时尚之名的这个名把定义 对定在捍卫国潮 时尚就在你身边 灵感就在你身边 我相信就是我的脑子还是比较时尚的 自信的人是非常时尚的 就是自己的一种风格 表达 不一样的表达 这个时代 人们内心尊崇了一个风尚 这样新颖的时尚的概念 而来创作的节目 应该非常有趣吧 哇 大家都是装制作品 好棒 哇 这是你养的小猫吗 这上面是你的屋是吗 那你应该是一个男生了 哇 我觉得这个机器人好有意思 然后我也坐在那跟他吹风 为什么还没有人来呀 让审美这种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的东西 通过时尚引领者嘉宾的灵感再创造 变成与我们大众息息相关的 有共同点的至上灵感 不错小小 让我们一起跟着 爱奇艺这档以时尚之名入坑吧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Permotor 以艺术家的面貌 让大家看到 我想多多学习 因为我有空 任何东西我都想去尝试一下 他有发 对不起 老师 我们想邀请你 这个是不是没做过的 是不是有点挑战的 可能因为人比较怪吧 从幕后走到台前 没有想到我会有这么一天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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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